中方对科普尔机场附近发生爆炸 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感到震惊并予以强烈谴责 这一事件说明 阿富汗安全形势依然复杂严峻 希望有关方面采取有效举措 确保阿富汗局势平稳过渡 确保阿富汗人民和外国在阿公民的人身安全 经中国驻阿富汗使馆了解何时 七位收到中国公民伤亡的报告 中国驻阿使馆已经与自愿留阿的少量中国公民建立了联系 保持密切沟通并提供必要帮助 提醒他们加强安全防范 同时要求有关方面采取措施 确保中方人员的安全 未经许可逗议信息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观看